下面我们来讲第二个部分手的结构 手的结构转折比四肢加起来还要多 所以它一直是人物绘画里面的一个难点 我们先要找到一个最基础的手的形态 然后把它简化 最基础的手的形态 其实就是手 凭着展开的这个形态 它最开始的一个根本 在于手掌的部分 手掌的部分可以看作一个梯形 它上宽下窄 上面的最宽的这条线条 其实是一个弧线 而左右两条直线 其实看最右边这条线 它也是一条弧线 它是先沿着小指往下 然后再逐渐往内收拢 这个梯形是所有手的结构的基础 在此之上呢 我们再添加一个小的梯形 这个梯形就是大拇指生长的根本 大拇指会往外延伸两节 而其他手指会往外延伸三节 如果我们观察这四根手指 每根手指的指尖和手指弯折的地方 把它们连成一条线 会发现它们是三条弧线 找到这个弧线的端点 把它和我们最根本的那个梯形连在一起 就是一个手掌基本的形态 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点是手腕 很多人会忽略到手腕这个结构 如果直接把手接在一个直的棍子上 会非常奇怪 其实它有一个大约1.5厘米长的一个 缓冲的区域 有八块骨头 这个骨头是可以弯的 然后才接着一个直直的两根骨头 是小臂的骨头 所以这个手腕的这个区域是很重要的 按照这种原理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 手在运动起来的时候 结构是什么样的 我们说这个梯形的结构是不变的 它只是根据透视展现出各种不同的形态 但是整体的变化非常 自己的变化会非常少 近大远小的一个梯形 这里呢 这个梯形会面向我们 形成非常强烈的一个透视 但它仍然是这样的一个梯形 这个也是 这个手侧过来了一点 接下来呢 我们在它上面安装那个小的梯形 人的手一般的状态下 会把大拇指往内弯 那这样的话 这个小的梯形 跟手指的两个指节 会形成一个很固定的一个角度 就是一个折线 如果能看到最后一节指节的话 会看到是三个 三条线段组成的折线 如果是女性的话 会相对比较柔 比较柔一些 然后呢 我们再 做一个曲线的连线 来画这四根手指 四根手指可以分开 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曲线的连线 手的背面 我们的这四个直骨 连线也仍然是一条弧线 然后我们再按着这条弧线的端点 和我们的这个手掌的这个梯形连在一起 就完成了这四根手指 当手握起来的时候 它的这些连线 仍然是弧线 按照这个模型来看 手的结构就被简化了 更容易被我们理解 让我们再按线 感谢观看